你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为了让来花莲的游客有不同的旅游方式 花莲县政府和旅游业者合作 30号由县长徐中卫亲自主持的启动仪式 与国际旅游电商平台台湾茶香水业者合作 签署了合作备网络 推出猎香旅人行程 以花莲在地咖啡香 茶香 香草等 各种植物香气为主题策划游城 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花莲味道 花莲的味道是什么 每个人一定有不一样的想象 为了让来花莲的游客有不同的旅游体验 花莲县政府和国际旅游电商平台 及柴湾茶香水业者合作 以花莲在地咖啡香 茶香 香草等 各种植物香气为主题策划游城 推出了猎香旅人行程 30号县长徐中卫亲自主持启动仪式 以及签署合作备忘录 希望可以让游客体验不同以往的观光景点旅游 三 二 一 请前台 记忆中属于花莲的旅游味道 花莲在今年真的也很荣幸获得了 最刺激旅游的城市 以及最疗愈的城市 另外又是全台还有世界最向往来的城市 更是最快乐的城市 所以在继我们上个礼拜推动银河银河之后 我们这次推动了我们列香的旅游 希望让国人以及世界的好朋友 在新冠疫情之后 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旅游的行程 而花莲县政府也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特色旅游 而这又是今年我们推出了新游城 那这次很荣幸跟KK Day来合作 也跟雨晴来再次创造我们花莲不同的旅游特色 而且这个特色是全球唯一 饭店业者相当看好花莲在后疫情时代的观光能量 我们在饭店的部分的话是有一个 在户外的形成的包装 当然这个味道也融入在食材的这个部分 包含是在西餐的我们熟知的马告的香气 我们也融入在这个菜色里面 那另外呢我们在这次的母亲节当中 我们也把花莲在地的一个食材 比方说是花莲的蜜香红茶 以及红梨麦的这个部分呢 也融入在这个母亲节的蛋糕里面 所以无论是在行程的部分 或是在食材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把花莲在地的香气 融入这个食材当中 以及还有在旅行的部分 藉由这一次的清定合约 那其实在之前我们在跟P7 已经做过一个调香师的寓所 的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是每日限定两间 来做一个行销 那这次的一个地节签订的一个合约 也针对也会借由这个合约 然后也会提升我们 一到两成的一个住房率 借由这个平台 也可以增加我们饭店业 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个曝光度 花莲县州府纪三月份公布了 流星花园三海星光 四季六大天文旅游系列活动之后 再次推出以花莲香味打造新的观光主题 及游城 让游客可以按图寻乡 造访景点以及行程规划 借刘明圣节相报道